這個鴨肉飯加一個煎飯 好 那我們現在 荷包蛋的話有價五塊錢 你沒聽錯新北市三重的小吃店 喊出雞蛋降價 像是炒飯 荷包蛋 蛋花湯 都便宜五塊錢 當初漲價的時候 我們就有答應我們這邊的消費者 說如果我們 如果雞蛋開始下降 我們就會恢復原來的售價 我們只賺我們該賺的就好 對 那客人每天來消費 每天來這邊吃得飽 才是最重要的 老闆就甘心說到做到 最近天氣回暖 加上侵流感疫情趨緩 全台氣蛋量逐漸回升 國內平均每天需求量 12萬箱雞蛋 現在一天能生產11.2萬箱 再加上進口蛋 整體供應與之前缺蛋時期相比 相對平穩 蛋量的話是有逐漸回溫一些 從蛋黃那個時候到現在的話 從100多到現在 零售有60了嘛 然後批發55是這樣的 已經掉了很多了 蛋量回溫 蛋商蛋農都有感 回顧這波缺蛋潮 2月中旬開始漲價 最低產地價美金40.5元 批發價50元 到4月創下歷史新高 產地價美金45.5元 台北市蛋商工會週日表示 這週淡價仍會維持不變 不過5月淡價則傳出 美金可望降價2到3元 我們現在在進行所謂的專案進口的部分 是建立起國內一個平穩的一個 供應的一個機制 那至於是不是要釋出到所謂的市場 或者是建立起庫存 這部分我們會動態的調整 被罵了兩個月的缺蛋黃 5月終於有望落幕 進行為曹寧水晨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為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